今年以来,中方已经多次就七国集团涉华错误言论,表明严正立场。 七国集团既然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,合作应对全球挑战, 就应该践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精神,以实际行动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,而不是攻击抹黑中国。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, 积极劝和促谈,从未向冲突方提供武器,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,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,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。 同时,中俄正常经贸交往不应当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。 所谓中国产能过剩,已经被大量详实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是个伪命题, 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放心态,坚持公平竞争。 中方在东海、南海、台湾、新疆、西藏、香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 我们坚决反对七国集团损害中国主权,干涉中国内政。 敦促G7国家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,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管好自己的事情。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,国际和平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,中国始终坚持公道正义、开放包容,以自身发展汇集世界。 希望七国集团国家停止沉迷地缘政治游戏,摒弃狭隘的零和思维, 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,做一些切实的贡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